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今天,我們有很知名的耶穌神祭的神祭, 當祂在海上游泳。 首先,我們昨天聖禮, 聖禮,耶穌蚕餘的食物。 因此,聖禮因人們也想把祂宇王成王。 因此,祂用他們餸食。 因此,祂在海上游泳、 來拜託地祭, 我們在上禮拜, 從紅白天上至上禮拜。 我們曾經說過很多次, 耶穌徒至少去寺山的地方, 去祈禱。 因為有些人說,為什麼要祈禱? 我們祈禱不是要求神祈禱。 我們祈禱是因為耶穌基督也祈禱。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祈禱。 當耶穌祈禱, 祈禱是非常強烈的與父神聯結。 當我們祈禱, 我們進入耶穌祈禱, 我們進入耶穌祈禱, 祈禱最重要的事。 正如耶穌基督向父神祈禱, 賦與職的關係是非常強烈的。 當耶穌基督向父神祈禱, 在夜晚, 其實他們都是船員。 他們也知道, 這是非常強烈的風, 而且死亡的危險。 耶穌基督向父神祈禱, 他們也知道, 是非常強烈的。 他們也知道, 他們已經幾乎失去空中, 他們也幾乎失去世, 他們也都已經準備好死去。 他們也看到, 當他們在船中的時候,海浪非常大, 他們覺得生命垂圍, 他們看見耶穌行走在海面上。 很重要的是, 他們還沒有認識耶穌, 他們還未能認識耶穌聖靈, 所以他們認不出耶穌基督來。 所以從一個角度看來, 在最終的危險, 他們看見一個人, 在一旦, 你的腦海中的思緒, 他們認為那是鬼。 我再次提醒, 他們還沒有認出耶穌基督, 因為他們沒有證明。 這也記憶著我們, 記憶著我們, 在聖書中, 聖書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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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書中就件事前, 聖書中有好事的事, 聖書中、聖書中、聖書中有好事, 不算是聖書中, 聖書中有好事。 聖書中對聖書中的焙義, 神的主持人, 他終於給了宇宙的命令, 給了美麗和平和平和。 許多東西在新的課堂中, 在聖經裡面的很多事情, 就是在舊約所預表的成就在聖經裡面, 那時候舊約沒有那麼明確。 因此耶穌告訴他們,是我。 你知不知道, 是聖經的說法, 是聖經的說法。 聖經的說法是聖經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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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摩西看到這個藍燒的荊棘的時候, 有聲音出現, 就是脫下你的鞋子。 他想知道神的名字, 所以如果我們知道神的名字, 我們會有所知識到某些人的名字。 那你就會對祂有所認識。 但是神給他沒有一個名字, 就像是想說, 我的名字是這個,這個,這個,這個。 而其實, 所有的神的聖人, 他們也有一個名字, 非常特別的名字。 例如,在中國, 中國有很多民間的信仰, 每個神民都有他的名字。 但是神的名字並不像一般人的名字, 那神的名字是動詞,是我是。 這是一個非常深奧的神學, 我們沒辦法分析它們。 所以,耶穌對摩西所說的, 因為耶穌對使徒所說的, 神是真正的存在者。 神是真正的一個存在者。 那我們跟神合一,才有在這個存在中。 我們可以再說更多。 但是, 我們看到有些東西, 那些聖人們很驚訝。 當然,他們很害怕。 但聖人們, 你看到聖人們的性格, 那些聖人們很驚訝。 所以,聖人們很驚訝。 聖人們很驚訝。 所以,彼得認出耶穌基督, 但是他對神的認知並不是完美的。 彼得對耶穌說, 彼得非常震驚, 那你就叫我能行走在海面上。 彼得非常震驚, 讓他看到耶穌基督。 彼得非常震驚, 讓他非常愛耶穌基督。 彼得非常震驚, 讓他非常愛耶穌基督。 彼得非常震驚, 讓他非常愛耶穌基督。 彼得非常震驚的喜愛, 彼得愧對耶穌基督。 彼得是一個不太岩點的人, 並認為他這麼震驚的實Ich . 原因他說耶穌基督的, 彼得是很無眷 BEC, 彼得也儘想到84. 而彼得也儘想到 Gloria, 彼得也儘想到了 radical gesagt耶穌基督。 如果有人背叛你,我一定不会背叛你。 那当然彼得也背叛耶稣。 但从一个角度来说, 在他的心中, 是这个瘋狂的爱。 当然,不是满足的爱, 但是爱。 所以他说, 因为我爱你,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走。 所以他说,叫我, 我可以来到你。 那彼得的内心深处是非常爱耶稣基督, 但是他这种爱不是一个成熟的爱, 所以他就说,那你叫我, 叫我走到你那里去。 他问了一件事, 但他没有意识到, 因为他的心很深, 就像一个孩子, 所以他问了一件事, 耶稣给他, 他说,好,来吧。 但他的思想就如同小孩一样,单纯。 耶稣就允许他说, 来吧,走到海面上。 所以他眼睛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那他心里非常火热, 他真的走在这个海面上。 但事实上, 他不够成熟来承接这样的神迹。 他要求神迹, 神迹也行在他身上, 但是他不够成熟来承接这样的神迹。 所以,当他走在海面上, 突然,他感到驚訝。 例如,他从一个角度看来, 他就很感到驚訝。 他就会很感到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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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看着耶稣基督。 在初期,当他只关注于耶稣基督, 他就会很感到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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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看着耶稣基督。 当他只关注于耶稣基督, 他就会走在海面上。 所以,他一开始是专注定睛于耶稣基督, 百分之百看着耶稣, 所以他完全不在乎周遭的环境, 他是可以走在海面上。 但当他對耶稣基督被感受, 就开始向向右边看看, 正在向右边向左边的, 也开始素智, 因此他并没有解释了这个奇督, 因為他之前都没有解释了这个奇督, 到他突然就开始将在海面上。 忠实神的眼睛沒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注意他周遇的景色, 他一開始定睛在耶穌上, 他都忘記這是一個神蹟。 他快要溺斃的時候, 他明白了, 他明瞭到神蹟的能力, 不論是自己的能力, 他不能夠靠到他, 他只能夠靠到他, 打到它, 它能夠靠到他, 它能夠靠到他, 他能夠靠到他, 它能夠靠到他, 它能夠靠到他, 神機的能力不是來自祂個人, 而是連絕在耶穌身上。 當祂施交於耶穌的時候, 祂這個神機就沒有。 就如同祂有一個機器, 祂的電源總是有差的電源, 所以祂可以運作。 當這個電源拔掉的時候, 祂就沒辦法運作。 當這個電源拔掉的時候, 所以,當這個電源拔掉的時候, 祂就呼求耶穌救我。 當他快要逆地的時候, 祂就呼求耶穌救我。 耶穌看著耶穌, 祂說,你不夠信心, 為什麼? 你不夠信心, 在地球上, 那麼你剛剛當地就完成了, 你當地視乎你很危險的! 所以,耶穌就記住你這個小性的人, 為什麼你專注在周圍的環境? 所以,他持著他的手, 然後他們到船上。 所以耶穌抓起彼得的手, 讓他們上了船。 門徒見到這樣的事情非常震驚。 海浪即刻平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大自然的一切力量、風、海浪都是受神所控制的。 當時,他們非常害怕, 因為我再說, 他們的信心還未成長, 他們還未領受聖靈, 但他們感受到真正的聖靈。 他們非常懼怕, 因為他們的信心不是很完美, 因為他們還沒有領受聖靈, 但是他們已經品嘗到神的恩典。 誰是神。 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不在真正的海裡, 但是我們有很多浪漫。 你看, 在教堂上很美麗的歌曲, 它說, 我會去世的生命, 去世的生命。 我們都在同樣的情況下。 我們都在同樣的情況下, 充滿痛苦。 更痛苦, 當我們有自然的危險。 自然的危險。 自然的危險, 在生命中的海浪。 我們都在生命中的海浪。 生命中只有幾次, 是平靜的。 我們都在生命中。 所以, 當時, 都是有危險的, 和都在我們面對的恩典。 我看見, 在狂風暴雨、波刀洶湧中, 有時候就覺得自己要死亡,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不憐憫的人在我身為的周遭。 很多人都沒有憐憫, 看到其他人受苦的時候, 反而嘲笑他。 那些沒憐憫的人更加喜悅。 因為他們只能做到的事情, 他們只能做到的事情。 他們不能做更好的事情。 那些沒憐憫的人更加喜悅。 所以,我們看到耶穌祂, 耶穌祂, 並不像在使徒面前那樣。 至少,我們沒有看見祂。 至少,我們沒有看見祂。 我們沒有看見祂, 不像使徒們見到耶穌。 當我們也不能打敗, 我們不敢去走沿海, 我們不敢去歹走, 讓我們很傷害, 我們不敢走過去。 而我們還幾乎要死亡, 他不敢去死亡。 那我們也不敢去死亡。 而我們也沒有聽見祂說祂的名字。 我們會說:「我的神啊,我的神啊,為什麼离棄我?」 這也是《祈禱》中的詩篇二十二篇。 耶穌在釘子之架上,是耶穌上的需求。 我會說這一點, 我並非希望, 耶穌在地上會見到所有地方, 對,也許是祂已經見到, 但我們沒有看到祂。 我們沒有看到祂, 而是我們滿意的痛苦, 我們呼求耶穌的時候, 也許祂有出現, 我們的生命就充滿苦痛、破碎的心。 但是這就是信仰, 信仰就是我們相信祂,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們還是愛祂。 因為我們選擇去跟隨祂, 無論發生了什麼事。 我會說是信仰, 因為我們不太清楚, 我們不知道神的主義如何, 但是我們依然跟隨祂。 我們跟神說,沒關係,即便祢撇棄我, 我還是跟隨祢。 這是我的榮譽,可以去跟隨祢。 我們會對祢非常忠心,直到世界中了。 雖然我們沒有看過祢, 雖然我們嘗嘗其苦楚, 也能施加於我們。 我們也不能像彼得一樣, 要求神行走在海內上, 在無困處時。 我們可以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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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祢, 我愛祢, 我來回教會, 去見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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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見祢。 我來領受聖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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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